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比如說哪一個縣市排序的話 然後甚至圖也可以做 最後多一個方法就點兩下 這一張還蠻好用 甚至你點兩下之後的話 你如果還要再去做那個比如說區有沒有 那這個區的一樣可以插入那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樣可以怎麼樣 他如果把那個縣市加進來 再做縣市比如說哪一區 一樣可以再點兩下 他又可以針對有沒有 哪一區再去做下一層的那個去做那個分析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不錯 至少就是第一個 你應該都是比較容易上手 那另外的話剛剛有提到了 就比如說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你要發病日 但是如果老闆要你統計的是發病月 哪一個月發病的月份 可能跟季節有關 如果我想知道發病月 但如果你今天用樞紐分析表來做的話 因為你這裡面沒有那個發病月啊 所以你沒辦法你不 你除非說那你月你日的話也沒辦法做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有個概念 如果你未來你要做哪一個那個那個什麼呢 哪一個欄位的分析的話 你就要先把那個欄位變出來 可是問題目前沒有的話那沒關係 你可以先在這邊先插入一個欄位 那把發病日改成發病月 把這邊把它改發病月 然後呢發病月可以從哪邊來呢 你可以從發病日來嗎 OK沒有沒有的話你就把它變出來 所以季節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要做哪一個欄位的分析 如果那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要先把它變出來 變出來你就可以再針對發病月 那我怎麼取得發病月呢 你可以插入有沒有用函數啦 以色爾裡面最簡單用什麼時間 日期時間裡面有個month嘛 有沒有啊你month這個 這個函數你就給這個日期 它會得到的是那個月份有沒有 那回來當然格式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把格式改一下 因為它回來會是一個月份 那你就把它改為通用的 通用就數字了 月份有沒有6月就抓過來了 那其他月份7月有沒有 它好像也是按照月份排序 OK那如果說呢 我已經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要做那個樞紐分析的話 很簡單嘛 因為已經有發病月了 好像剛剛選到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 把這個再去做一次的樞紐分析就可以了 有沒有要放這邊 不要選取 我剛剛選到了 那再做一個樞紐分析 正個 然後發病月 這個欄位呢就會出現了 不過發病月 發病日 發病月 好 那我們針對這個 我把它附置一個工作表 等於再插入那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時候的話就有發病月 我就把發病月拖拉下來 然後把發病月呢 一個列標籤一個值 那你會發現喔 你可以按照那個日記到A 那可以統計出來 就是發病的月份喔 所以你剛才把圖給畫出來 哪一個高哪一個低 然後把那個數字喔 把它保留下來 OK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現象 你會發現登格勒 他到一月份 二月一二三四月份喔 自然就消失了 為什麼因為季節太冷 蚊子都不見了 所以自然就不用特別防止 它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當然 我們只是在額外說明一下 如果你將來那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辨出來 無論是不是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是Python裡面 一樣也是同樣的道理 OK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那個 Python裡面來看一下 那題目要我們做的 剛剛這個四件事情 我們已經從那個 樞紐分析表先試做了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同樣的事情 我要能夠在Python裡面做的話 該怎麼做 那當然第一件事一樣怎麼樣 先把這個Data 直接讀到我們的Python裡面 所以直接讀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 我先把我們逐一來看 所以這邊的話 總共我們會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讀進來 那讀進來其實在 在Panda裡面非常簡單 就是怎麼樣 就是Panda這個物件 我把它改 這個SPD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Read的底線CSV 當然它不是只能讀CSV 讀以Sale沒有問題 讀Json也可以 甚至如果你想知道它能讀什麼 我剛剛雲端上面這邊有啦 其實在最下面這邊 它就跟你講說它可以 可以Read的什麼呢 它可以Tool什麼 也可以Read的什麼 這邊其實底下 都有一個敘述 你們可以再查一下 基本上常用的就是像CSV 像Excel 像Json也OK 然後面的話 我們就跟它講說哪一個檔案 然後Incoding 編碼方式 UT8 這個其實可以不加 沒關係 因為它那個逗點 預設CSV就是逗點 然後Head的話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標題 它那個標題欄位 預設的話給它False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我要讀取什麼 我們第一個就是縣式的那個 比如說我只要就剛剛看到的類似像 那個剛剛看到的這個縣式名稱的這個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你們按照 先把那個縣式先抓出來 然後呢 當然第一個你需要Groobby 因為為什麼你要把那個同樣的東西 先把它合併在一起 另外算 出現台北市的次數有幾個 OK 然後呢 新北市有幾個 最後按照什麼 按照遞減排序的話 怎麼做 在Python裡面呢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就兩行程式就搞定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DFE好了 OK 那DFE呢 這個裡面呢 你只需要用到一個方權 叫Groobby OK Groobby的話 顧名是吧 就是把它群組在一起 那群組在一起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後面的話 你就跟他講說 哪一個欄位名稱 根據哪一個欄位名稱 幫我怎麼樣 幫我Groob在一起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還要算什麼 算哪一個欄位名稱 總共有幾個 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把這一行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Groobby 那一部分的話就是我已經Groobby之後 我還要做什麼 根據哪一欄做Count 有沒有 其實在那個我們的樞紐分析表是分兩邊嘛 這邊這個列標籤 這個叫Groobby 右邊B欄的部分呢 就是Count 根據 哪一個欄位 幫我去Count它 算幾個嘛 OK 所以其實概念我是覺得一樣 而且只是說一個是什麼 用圖形畫的 那一個是什麼 圖形畫一個是拖拉下來的 然後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直接在這邊寫語法 所以這個是 等於是Groobby 第二個的話呢 幫我算 那算完之後的話 Return一個結果到前面 所以前面會有一個什麼 DF底線 這個Count 那這個物件名稱是自己取的啦 反正你 最後呢做完的結果 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呢 幫我存在前面的這個物件裡面 另外呢 還要做一件事 第二個東西就是排序 排序的話就是 我們要遞減排序 前面講過嘛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這一個DataFrame物件 讓它用Sort的方法 點Sort的底線Value 剛剛有用過 那Value的地方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因為目前只會有一個欄位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Groobby 所以我們前面有個by by等於哪一個欄位 不過因為 只有一個欄位 你不用特別指定 就是那個欄位了 後面的話呢 再來就是遞增或遞減 所以這邊我要遞減的話 那就是什麼 利用ascEnding等於什麼 False就可以了 OK 然後False的話呢 那就是遞減 所以我們做出來來看一下 所以其實做出來 你會發現 跟那個什麼 跟在那個 我們的 最後print是它 那你會發現 然後這邊 Ctrl把它弄到下 print著它 理論上底下應該會print著我們要的東西 來看一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第一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切一下 剛剛沒切 你會發現 我們一樣按照那個 遞減排序 所以看到結果應該是在跟樞紐分析表看到會是一模一樣的結果 所以兩個方法看起來不一樣 實際上是一樣的 我覺得 那兩者之間的最大的差別 應該就是一個是用程式 一個是用那個圖形化的方法 OK 那第二個的話感染國家 所以你會發現感染國家 跟剛剛這個也是類似 其實主要的話 也是 就 也是兩行程式 那所以呢 一樣呢 我們用什麼呢 就是 DF-1 Glubai有沒有 然後呢 根據什麼 根據感染國家 這個 藍位名稱 那後面一樣是加上感染國家 去把它點抗 不過這邊主要 Glubai前面是小瓜湖 後面是藍位名 根據哪個藍位名稱 去抗扯 OK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要Glubai跟抗扯的藍位不一樣 那你可能就是 給不一樣的名稱 藍位名稱 這樣也是OK的 然後呢 他就會 幫我得到什麼 得到哪一個 國家的感染的數字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要什麼排序 排序之後 我要取得前面的五個 OK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說排完序之後 我要留下 前五個的話 那當然在那個 書紐分析表 你可以用前十項 你去改 改成五就好了 那在這裡的話 只需要再多一個 一個方形 一個這個方形 叫Head 就是開頭的五個 OK 如果尾巴五個呢 好像前面有沒有講 那個tail 尾巴的 所以頭跟尾 你可以自由的去找到你要的 OK 其實這個也不是什麼太複雜 反正 我覺得跟樞紐分析表還蠻像的 所以 如果以後人家問你說 那個Data Frame到底 可以 能做什麼 其實 就有點類似像什麼 在那個 在那個 Excel裡面其實有點類似 樞紐分析表的那個作用 OK 當然它不是只是樞紐分析表 它其實有點像工作表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再針對 這個 Data Frame 可以做樞紐分析表的那些相關動作 OK 那第三個就是怎麼樣 除了那個我要 除了到居住縣市之外 我要針對居住縣市裡面 4台北市的那個鄉鎮 其實是區 再去做什麼 做Groobuy 那這邊的話該怎麼做 所以根據台北市的話 那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如果針對的是台北市的話 那請注意 第一個的話你可能要分兩階段 這兩階段有點像我們剛剛 在利用樞紐分析表做的 有點類似 就是一 先把台北市這邊點兩下 意思就是取出什麼 取出所有台北市的Data 把它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第二個呢 再根據這一個樞紐分析 這個跳出來工作表 再去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做什麼 再去做根據鄉鎮去做分析 所以你就要把鄉鎮拖拉到這邊 把植放在這邊 一樣可以統計出來 那如果在Python裡面做法 一我先取出台北市的 所以在台北市裡面 如果你要把那個 台北市裡面的相關值取出來的話 就是根據這個Data Frame裡面 它居住縣市裡面的欄位名稱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台北市的 所以第一個先把台北市先抓出來 放在前面這個Data Frame 這個底線台配裡面 再利用什麼 再利用Glubi 把這個Glubi裡面抓出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有點像我們先把台北市的先抓出來 再把鄉鎮部分 就是它的區域裡面在做抗折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發併日期 哪一天是最接近的 那這邊其實就一行而已 就是這一行 最後的話其實你可以針對這個 這個DF底線台北 點發併日 就是在這個Data Frame裡面呢 如果它要再去下一層就是 哪一個Data Frame 就是有點像哪一個工作表 在哪一個欄位 在發併日 底下的話呢 我要找出最大的那一個 為什麼最大 最近的嘛 那實際上你可以把那個 日期當成一個數字 OK 裡面的話實際上就記錄的是 它跟那個 19001月1號相差幾天的那個數字 當然越接近的數字一定越大 那把最近的就最大的 OK 那一天呢幫我把它抓出來 所以print出來的結果呢 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那個日期是哪一天 那最後的話當然 這一題我印象中 好像又要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我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什麼DF底線台北 如果你要把這個 這個最後你做完的結果 把它存檔的話 那你可以to Excel 給它一個Excel的檔名 然後比如說 out305 然後把這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我這個台北的這個資料 把它輸出成一個那個Excel檔 這邊有一個305 然後把它打開來 其實就這個 那這裡面的話 只有台北的部分 OK沒有其他的資料 OK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把那個305這一題 兩邊都是多多看好了 就了解一下 在Excel裡面呢 我們如何利用枢紐分析表 做出我們的需要的那個表格 我們的表跟我們要的圖 圖的話你可以用枢紐分析圖 就可以馬上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一樣的道理 可以把它再轉轉移到那個 就是Python裡面 主要就是利用幾個比較重要的那個方法 GooBuy SourceValue 這個SourceValue 這個前面用過 另外的話 還有你的後面 前面幾個 Head 括弧 最後的話日期哪一個最接近 當然你可以用Max 如果哪一個最遠 那當然你就Mini 其實這些函數的話 在它的官網裡面也都查得到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305這一題 試著把它完成 OK 那其他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我是希望能夠把 這一邊總共有四類的 這個題目 大概跟各位 就是解說 那可是因為題目太多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摘要 比較重要的那個題目來做那個說明 那我們主要是抓那個第四類 因為第四類跟這個視覺化 設計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們第四類 那裡面總共會有五個圖 回去請各位還是一樣多多把它練習過 這個當然你可以把它當成是範例 如果你不考試的話 但如果未來 哪一天你突然信心大增 你覺得說 哇這其實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感覺好像 而且未來如果你希望 多一張證照 然後多一個 算是什麼 一個 履歷上面多一個東西的話 那你不妨 可以再做一些準備 那我有幫各位做一些整理 包含就是說 如果你未來要參加考試的話 其實呢 你只需要把它當成填空題 那所謂的填空題 就是說它每一個地方 出來都會有前面這些程式 沒有的就是 我有把它就是特別標註的地方 那你就特別把它那些東西 稍微 算背一下吧 算記一下吧 那比如說以我們剛剛的這 303跟305 其實這邊也有303 303是這個 303 然後裡面的話只需要背什麼 input 上面有耶 pandas s pd 這個都有了 那根本這邊 你會吧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真的是很簡單的 然後pd點什麼呢 點data frame有沒有 那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是data 所以把data放過來 把column放過 column 這邊有column 然後這邊有index column是index 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話就照我們剛剛的方法 一個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它填上去 就可以拿到這個分數了 我覺得應該相對沒有很困難 另外還有什麼呢 305的話 305在底下這邊這一題 一樣 就是也是這幾個 所以input 一樣嘛 然後底下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把它填一填 基本上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所以跟我原來預期的還是有個落差 我本來以為 哇 這要全部自己打真的很難 但後來發現只是填空體 而且我實際上去考的經驗我發現 真的很簡單 大概也不到10分鐘 其實我都已經做完了 真的 因為其實就一個蘿蔔一個坑的道理嘛 而且有些東西上面都有答案的 題本裡面也有答案的 你就把它填上去而已 OK 當然有可能有一些地方 題本好像也沒有 然後這邊 那那個地方你就特別把它 螢光筆mark起來 考前把它塞到腦袋裡面 對不對 那考完之後就把它拿掉就好了 也不知道 就是知道一下有這個規則 OK 那我覺得這個題目呢 設計的其實倒還不錯 如果你沒有要考試 你可以拿它來當範例 如果說你覺得自己準備好了 也許你也可以試著去把這張證照也拿到 那我們這個課程基本上 至少就涵蓋三張證照啦 不過基礎那張一到五類 如果你沒有你就跳一到九類嘛 我看大家好像都直接跳一到九 好像沒有就直接考一到五 感覺好像考一到五有點浪費錢的感覺 對啊 所以直接就是跳那一到九 但實際上也沒有那麼簡單啦 所以你變成如果你已經確定要報名繳費了 而且錢都繳了 你可能要真的考錢那一段時間真的要練功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考試是這樣 考試我覺得就是確定說你 而且其實相對的也會比較有決心 你也會比較有那種破釜沉舟的精神 反正錢都繳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剩下的時間 你會變得相對的積極啦我覺得 因為還有一點就是說好像我考試啊 比如我去參加證照考試 我也會跟大家講說我要準備考試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一般人是要考試之前不太會跟別人講 因為怕說沒過的話 已經跟別人講了 那大家之後如果問你的話 那你會覺得哇好像有點丟臉 不過我的心態倒不是這樣 剛好顛倒 我就跟大家講了 意思就是說我一定會考過的 那如果沒有考過呢 好像也還從來沒發生過 所以 反正這些題目的話請各位多多練習 剛剛主要就是針對305這一題 裡面主要就是一樣就是把那個資料從CSV 讀到那個data frame讀進來的 跟303它是放在變數裡面不一樣 差別在這裡 然後呢再針對那個就是你要去做樞紐分析表 因為這一題我覺得如果你沒有樞紐分析表概念 直接講程式我覺得你會比較沒有感覺 但如果你會用樞紐分析表的 你會覺得這好像還蠻熟悉的 只是改寫一下而已 OK所以其實第305題 感覺就是有點像那個 Python版的樞紐分析表應用 OK Python版的樞紐分析表 那跟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那方面你都可以把它比對一下 OK 然後未來的話呢 盡量就是說使用這個Python 當然可以讀Excel檔 你也可以讀進來之後處理完 然後再輸出成一個Excel檔 這些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利用Pandas這個套件 其實在處理上面還真的非常方便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3.5這一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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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